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毅力坚持参加金藏演艺 入金藏之后 廖慧红最大的改变就是如素 而她也期望透过这次的演艺 让开婚时餐厅的父母亲改卖素食 说着两条辫子 其身后有点站不稳的这一位 是慈大坎波系三年级的廖慧红 个子娇小的她因为是早产儿 肢体有些障碍 尽管知道在演艺的过程中需要反复的蹲和跪 会让自己很吃力 但她还是坚持要参加金藏演艺 所以就会有一些呼吸啊 就是先保护好自己 可是当然还说很不舒服 那可能就是变换一下姿势啊 那如果在上台演艺的时候 就尽量就是多练几次 让自己就是可以跟大家和和这样子 这次入金藏的传播系学生 除了廖慧红还有一年级的黄承锋 为了参加金藏演艺已经吃素好几个月 爱做菜的她也忏悔过往追求美食的欲望 因为我之前很喜欢吃东西 也非常喜欢煮东西 所以我自己也本身像剁过鸡啊 就是学习该怎么切肉那些的 对 刮鱼鳞之类的 可是之后看了水灿就发现 那些如果是自己是身为那只鸡或鱼的话 会有多痛苦 其实在水灿的每一句 其实我觉得都是应该自己要忏悔 每一句话都对自己影响很大 就是真的达到自己的内心 所以不一定是哪一句话 其实每一句话你在唱的那个当下 你都会想到 忏悔过往习气 改往必修来 摘戒如素是廖慧红和黄承锋 在参加金藏演艺后最大的改变 而他们也不约而同许下这样的心愿 希望他们就是看完了之后 就可以算可能关店 然后会对经济造成影响 可是我觉得素食会更好 目前他们还没有再开始吃素了 对 所以我希望能继续带动他们一起吃素 家人的支持无疑是廖慧红和黄承锋 两人入京葬背后最大的靠山 而他们也期待家人 因为他们的改变而感动 进而跟他们一样在借苦生 大爱新闻 珍善美之宫 花莲综合报导 那我预复 我预备